终究还是个孩子 即便小猎再成熟 也有被压力压垮的时候 他失误了 别看开赛的这几米 对于跟音速战神相差无几的急速斧头 如果想追回来这段距离 很有难度 由于上次比赛烧坏了马达 今天特意选择了不易发热的马达 相对的 动力也会减弱 腾级顺势开始心理战术 你弟弟这几天应该很着急吧 想起了这一周发生的种种 好像打开了心结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结果 而是享受过程 对赛车由衷的热爱 重拾自我 突兀博士一语道破 这场比赛的特点就是赛道场 冲得太猛 说不定到后面会导致电力不足 这给了小猎希望 后发之人 弯道王子开始发威 奋起直追 一口气超过了两个龙套 前方只剩下腾级 急速斧头动力强劲 生生套了第四名一圈 撞飞了街车战神600 小猎安慰小朋友 就算输也要跑完 做人做事 要有始有终 在暖男的鼓励下 重新踏上赛道 腾级不解 为什么一个个都这么兴奋啊 比赛进入到了最后阶段 这时机会出现了 急速斧头冒烟了 要爆钢的节奏 音速战神后继勃发 在终点前一举实现超越 腾级败的彻底 主动承认错误 我事先找人 把比赛场地的地图弄到手 同时在电池上也动了手脚 小猎原谅了小猴子 下次我们再堂堂正正的比一场 老爸并没有责怪儿子 勇于承认错误 就是好孩子 回到学校 小猴磨着了 上课时间还在摆动四轮车 一个不留意 朱美老师出现了 没收 我先替你保管 没得商量 作业都不教 你是我带过最差的学生 无奈之下 小猴开始恶不作业 明天星期六不上学 今儿不拿回去就没得玩了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然而没一处写对 任凭怎么说就是不给 既然如此 一不做二不休 老师点人从话不顺 真正的勇者 不愧是你 小春越来越沉迷四驱车 棒球也不打了 对自己的越野全力打号 爱不释手 这时 四驱斗士竟然来到了学校 恰巧全力打号突然停住了 原来是开关没按好 这种情况 在比赛中只有发生 突然小猴一脸舒爽地走了过来 那么四驱斗士此行的目的 是特意送来两张邀请函 周日 土屋博士要在研究所举办比赛 得知老师没收了孩子心爱的赛车 这还能忍 大哥哥决定亲自出马 讨回公道 推开门 听说这有个坏心眼的老师 出来 然而下一秒 是心动啊 爱了爱了 瞬间变成了大型相亲现场 大人的世界真是搞不懂 恢复李之后 点头哈腰 请老师网开一面 朱美十分纠结 问题是这小子不但上课玩 还掀过裙子 我去小伙子你行啊 真令人羡慕 呃不是 怎么能这么没礼貌 望着孩子如此诚恳 老师有仪式不明 为什么会对一台玩具车如此痴迷 思绪斗士突然严肃了起来 他不仅仅是玩具 通过自己的双手进行改造 让车子发挥最大的潜能 尽情享受竞速的乐趣 迷你赛车的历史 已经有十几年了 不仅小孩子 连大人也会被吸引 老师笑了 那就跟我的冲锋战神比一场 赢了就还给你 小纯奉献出越野全雷打 就用这辆车吧 比赛时间明早七点 我方队友投敌 思绪斗士 决定连夜指导老师进行改造 我是你的专属技师 一顿彩虹屁 真是位了不起的教育家 回到家 小豪开始对越野全雷打 全面改造 而此时的思绪斗士 一夜没合眼 认真制作跑道中 未来拼了 第二天 小豪减轻了车身重量 将全力打弄得千疮百孔 思绪斗士用了一晚上时间 造出了专业的赛车场地 如果这都不算爱 不结婚很难收场 那么言归正传 比赛正式打响 老师的冲锋战神 一上来就遥遥领先 所有人开始跟着车跑 铁人三项 然而就在过弯的时候 车子居然冲出了赛道 显然老师还没学会喊 冲锋战神龙卷风